台股新攻略 带你掌握全世界 大家好 好 这个旁边有标题 这边要跟大家讲的就是 我们这个礼拜 有这个礼拜六 有一场在台北的演讲会 那我希望你能够把握 我们这个演讲会啦 我是觉得机会 机会蛮多的 其实我们把这个资料找出来一下 资料找出来一下 看一下 来 先看一下我们的资料 因为今天 这个一定要让大家知道 我们今天 有没有看到 这边 育长平 这个放大就是LINE 放大的支持只有这么大而已 那今天如果你参加用我的LINE 用我的LINE 就看到我们今天跟大家讲的 大中再创新高 单股的 那这个是 这个 中和率涨停 创波段高 那位数就是我说的 宏达店 只要涨个三五天 位数一定涨上来 我们就赚到了 我说过这个就是 这个 这是我们的LINE 今天特别 因为这个画面的关系 是稍微小一点 让大家看到一下我们的LINE 就是说今天位数 我们用画面来看好了 今天位数涨停 那我们的LINE 如果你有加入LINE 一大早 我就有提到 写到这一档股票了 我今天有提到大中 因为国际股市的这个 VSH.USR 这些股票在涨 我有跟大家讲过 你知道 废半喔 废半比较强 里面的这个MOSFI 如果涨上来 它就这个 大中就有机会了 所以今天大中再创波段新高 那位数你看 早上还在平盘 如果你用我的LINE 自己去做做看 涨停 昨天的LINE 里面有 有这个 中壳 也是在平盘附近 涨停 这个上什么 不算 哲女王 在创波 中壳 位数3508 我说只要 只要宏达店 涨个几天 这个就涨停了 明天会不会再一根 再一根 我要不要跑 量太大的话我就跑 量太大我就跑 这都是一个操作的模式跟方法 这样同学们不早也懂一懂 我还是不想看好像611 这个什么 我们做这一段 这一天再做 这两天没有动 那我顺便跟大家讲说 我们有单股的会员 也有波段的会员 大概组别有两组 两组三组左右 那有些人喜欢参加这个单股的 有些人喜欢波段的 举一个例子来说 我有一个投资面他参加我单股 他是开计程车的 开计程车的 那单股也说我们当冲 会当冲就先冲掉一些 都有可能 都有可能 或者隔日 开计程开了一半 要去下 刚好客人在车上怎么办 这个有时候就是这样子 出来他就说 老师 我跟着你单股是有赚到很多钱 可是我觉得 我可能要赚一下 那后来就转到我行动会员 所以我们一定会有 因为就好像我们说 现在我们的成交量 才大概不到一千亿 这里面大概有六成七成 都做当冲 隔日冲 当冲隔日冲 大概六成左右 当冲现在非常流行 当冲现在是最流行的 可是不要忘了 也有三四成的投资朋友 他不喜欢当冲的 我们既然叫做投雇服务业 我们就要帮投资人设定好 你要怎么样 你要怎么样的 我甚至有那个大陆 大陆经商的这个台商 他没有办法当冲 他没有办法当冲 他只能我们帮他做 波段的规划 适合他 该长多做长多 该长空做长空 我们有大陆的投资朋友 你知道很多时候 都必须打长途电话去给他 那你告诉我怎么弄 他有办法当冲 他也没有时间当冲 行李交付也够一下时间当冲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 我们单股VIPR 是适合投资朋友 你喜欢做短的 不想套牢的 每个礼拜 我们要不多 有5% 10%都没关系 一个月一个月慢慢累积 用股票换股票 那当然是单股的话 就是一到两档而已 就是这种做法 很简单 那投资朋友 今天台北股市 这一到早醒来 你又晕了 为什么呢 为什么说你又晕了呢 很简单的道理啊 很简单的道理 什么叫做很简单的道理呢 第一个 你一定又晕了 为什么又晕了呢 美国股市早盘的时候 昨天早盘股市大涨吗 又涨上来吗 这个一觉醒来又大跌了 那台北股市有没有跌 昨天美国股市是跌在哪里 跌在苹果 跌在苹果 大家记得跌在苹果 好 那废办 连续涨了两天了 同学你要注意听 我再讲一遍 今年所有该重要的事情 能发生都发生过了 苹果的心机 苹果的财报 美国的其中选举 现在最后这个 最后这一个多月 只差一个什么 川普愿不愿意把这个 最后这一个多月啊 画成一个完美的今年的据点 就在于中美贸易能不能谈出结果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最近的费城半导体很强 美股大跌它还是在找的 真的你慢慢七星听我讲 我说过 中美贸易打的就是5G之战 5G的重点就在费半 所以费半局去走强 表示说中美贸易一直有进展了 你从美股看来就是这个关键 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意思吗 中美贸易之战打的就是5G 5G的关键就在半导体 所以半导体连续反弹了 可见中美贸易是有一个好的结果 来到亚洲市场上 只要大陆股市继续的涨 中美贸易就是能够达到一个共识 那大陆股市啊 我刚才特别看啊 为什么刚才看 大陆股市已经涨1%多了 因为大陆股市的涨 台北股市今天早盘一度下沙 最后呢还是涨什么 还是涨了34点 亚洲股市啊 韩国股市也翻红了 日本股市早盘跌得很重 受美股的影响 所以我小小在平盘附近 都是跟大陆股市有关系 你听懂了你就懂了 中美贸易之战打的就是5G 5G 5G的重点就在半导体 所以上个月啊 大家认为中美贸易战打的可能 可能还要再严重客观 所以外资都一直降 苹果的平等 都是讨 什么脸书的平等 都是因为 财报很好喔 苹果的财报很好喔 对未来前景不佳 也是因为中美贸易之战 本来啊 美国的机构法人啊 他们的排名顺序是 第一个他们最关心企业的财报 第二个呢 担心联准会的升息的速度 升息是必然的 升息的速度的缓慢 第三个担心政府 联邦政府会不会关门 第四个才担心中美贸易 没想到呢 他们上一季度的季报工作的时候 那些大厂啊 财报很好 但都看坏未来的原因啊 就是中美贸易 所以呢 本来企业财报 是他们第一名 看重的 第四名才是 第四名啊 第四个才是什么 才是这个贸易战 那你把他绕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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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到前面来喔 是不是 他变成跳到第一位了 因为企业财报公布之后 跟大家讲说 不对劲 我们担心中美贸易 这样问题知道吗 他本来是最后一名的 现在跳到第一名 这样懂的意思吗 所以为什么 为什么最近啊 米努钦啊 美国那个歌派的啊 赞成歌派 好好的跟中国大陆谈的出马了 但是如果中美的贸易 谈一个 中国大陆愿意大幅的让步 对中国也不是坏事 因为中国国家跌很深了 那中美贸易如果 谈到一个段落 各让一步好好的谈下去的话 那苹果对未来就没有问题了 这句话你听有没有 这句话听有 这句话听有 能不能大家过一个快乐的Christmas 就在这个月底了 但是进展是越来越顺 你说为什么月底 因为这个月底有一个 G20的会议在阿根廷 习川 因为在十月份大家认为他们不会 G20甚至大家认为 那个那个那个 这个川普不会参加 可能川普一直放风声 所以美股才大理 后来说他会参加 不见得要跟这个这个 这个习近平单独会面 那现在说不大要单独会面 而且要谈中美贸易 你静下心来把这些内容稍微想一下 你就知道为什么十月份美股中错 那这个条理就抓出来了 所以今年只剩下中美贸易之战 看了就是废城半导体 你晚上只要盯着废城半导体 已经连续大涨反弹两天了 这样懂意思吗 来到亚洲股市看了就是什么 就是大陆股市 OK的话呢 台股就不会弱 今年只剩下这一关 是不是大概能够过一个快乐的耶诞节 就在这里 中美贸易区域款的时候 7月就会开始成本支出 然后呢 那个投资人就比较乐观 想说未来我做股票可以赚到钱 所以年的Christmas 感恩节就用力的买 用力的买 这样懂意思吧 全世界就是环环相扣的 所以我说过啊 你今天来跟着我做 在这么难做的时候 我送给你掌平板 我会员一定有 我真的叫你看到我的line嘛 是不是 然后呢 1439 你说他位数中和 掌平板就好了 你看我做什么股票 要在一楼的股票上 走一趟太铁换 是不是 大宗啊 你们看到 过高先出一些 何乐不为 这是米港 这是美角 美角 所以欢迎投资朋友 你来加入我的line 还有呢 你对中美贸易之后 你的股票要怎么处理 趋缓的时候 什么股票会飙涨 这个礼拜六下午的两点 我们在台北有一场演讲 旁边会有写 11月17号 这个礼拜六下午的两点 你赶快先加入我的line app 里面会跟大家讲得很仔细 小老鼠外衣也是528 欢迎你加入 或者你直接加入我们 超越双十一 短期啊 你不是老师 我买炒到几年了 我炒到几年了 短期的 你现在这个时候 我们也跟你强力优惠 168 你看这168 就知道很便宜嘛 对不对 短期冲刺班168 台股新攻略 祝福你 本公司以往着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